在這個風暴裡頭 大家有看出來這個電池牆 我做出來的感覺嗎 可以了 做得還不錯 不錯不錯 做得很好 來 你看喔 從這裡開始 這是一個大風暴 在這裡 我今天找圖 到這裡 到這裡 都是 到這裡 所以這張圖 它從這裡 以上 是一個大風暴 這我找龍捲風的圖 它其實是個超級龍捲風 在這裡 大家有看到 這支照片是真的 它的龍捲風在這裡 有沒有 龍捲風在這裡 它是一個在美國拍 然後地上都是青草地 然後有些小房子 像農舍那樣 然後一個龍捲風 這麼大在這裡 這麼大 這個就是龍捲風 有沒有 這個 我今天特別找了這個圖 為什麼我這樣找 那在這個風暴裡面 當然我剛剛提到了 這個獨裁風暴的中心 就是我們蔡總統 它帶著這個風暴 席捲了台灣 那我當然不敢說韓國瑜 跟著它 你就可以享受到那朵彩雲 或是那片藍天 我當然不敢這樣講 只是剛好很巧的 還有這麼一小塊 看到沒有 就這一塊 它的天空還是白的 這一塊 就這一塊 下面 以上全部都是風暴 就剩這一小塊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這一個圖 這個照片我一看就很有感覺 我覺得這就是現在 我們的感受 我們的感受 有些人已經被捲在裡面了 那有些人現在還躲在這一塊 還沒有被風暴襲擊的地方 我覺得很貼切 我相信大家應該 懂我在說什麼 懂我在說什麼 那我們有些剛進來的觀眾朋友 可能還沒有聽到 這個韓國瑜講的這一段 我再播一次 因為我覺得 我要告訴你蔡總統說什麼之前 你要先聽聽韓國瑜今天 在專訪上面 講了什麼 怎麼形容台灣 然後再來聽蔡總統 你可能會更有感受 我們再重聽一次 韓國瑜今天針對烏雲 彩雲的說法 來 台灣島上本來兩朵雲 在我們台灣的天空 一朵是彩雲 一朵是烏雲 那以前我們在亞洲四小龍的時候 上下一條心 大家咬緊 要跟往前衝 二三十年前 我們是亞洲四小龍之首的時候 台灣是彩雲 天上是五彩繽紛 全國人是一條心 可以說在拼鬥的過程 留下了汗水 但是空氣都是甜蜜的 那目前 很多人都感覺烏雲面部 遍布 那這種感覺 彩雲跟烏雲之間 為什麼 很多人在擔心 這個前途的問題 拿到前途 就剩這塊而已 旁邊都是黑的 哪有什麼前途問題 好 你聽完韓國瑜說了 我接下來馬上讓你聽聽蔡總統 針對民進黨在公投之後 接下來要做的事情 那個語氣很平淡 有一點點的冷冷的 淡淡的 沒有什麼感情 沒有很激情的呐喊 或是沒有公投 一個都沒過那種勝利的喜悅 但就是因為這種毫無感情的語調 配合他講話的內容 讓我深深的相信 各位 我不知道這一塊 藍天彩雲還能爆多久 來我們聽到蔡總統說吧 公投過後 我們眼前還有一些挑戰 包括18天後的中二選區的補選 還有中正萬華區的立委的罷免 以及我們現在熱烈討論中的 縣市合併升格等等的問題 那麼這些挑戰都需要我們 繼續團結 也繼續積極展開社會溝通 這樣我們才能夠回應支持者的期許 並且帶領台灣不斷的往前走 我們保持努力全力以赴 謝謝大家 你們都很棒 我們保持努力全力以赴 謝謝大家你們都很棒 18天後我們還有另外兩件事情要做 一件叫做中二選區的補選 一件叫做林昌佐的罷免案 一定要守住 一定要贏 就這樣平平淡淡的講這段話 但你不覺得 我的媽呀 中二選區的朋友 中正萬華的朋友 有的話幫我打個右 好不好 喊個加一 你們聽了這段話 不會覺得怕怕嗎 不會覺得怕怕嗎 來 這個獨裁風暴當中 除了接下來已經預告 在中二選區 在中正萬華 在縣市合併 獨裁中心的風暴 蔡英文總統會全力以赴之外 其實在18天後 這幾場風暴來之前 對不起各位 就像韓國瑜說的 台灣已經沒有採用了 因為都是獨裁風暴 我這裡列了四個 其實讓我很有感 讓我覺得匪夷所思 嘆為觀止 甚至有點害怕 就怎麼一個政府 可以蠻橫到這個程度 首先我們看第一個 就是今天 這兩天大家其實都在講 總預算淨負二毒 總預算要過啊 不然政府沒錢 我們要做什麼 對我知道 我當然知道他早晚會過 但有必要這麼急嗎 我們來聽聽看民進黨怎麼說 來 游錫坤他說 明年總預算應該是要在 11月30號就審議完成的 你坎坎 你坎坎 昨天已經是12月22號 超過三個禮拜了 怎麼可以這樣 那我告訴各位 我跑新聞這麼久的時間 我沒有看哪一年的總預算 是在11月30號過的 一年都沒有 除非大選 總統大選 總統大選也是12月 總統大選12月 也到12月嘛 對 到明年1月1號之前 過就可以 所以會挑燈夜戰 大家在那邊挑燈夜戰 有沒有 要在11月幾乎都沒有發生過 而且大部分都有研會 對 都到1月中 都到1月 是啊 所以游錫坤講這個話 表示他根本不了解 立法院長最近的歷史 我覺得亮哥這樣講 是一個可能 但另外一種可能是 我知道 但我要騙你啊 我要讓台灣民眾 覺得我這樣做是對的啊 所以我就說你看 早就該過了 今天都要做三個禮拜了 我告訴你 每年都這樣 每年都這樣 所以游錫坤 你到底是明知 撒謊 為了騙台灣人 為了告訴台灣人 民進黨這麼蠻幹 是對的 你才這麼說嗎 那蘇貞昌更過分了 哎呀 軍公教的朋友 國民黨不理性 不盡責不審查 你看 我答應你們加薪 我就不能給你錢啊 厲害 高招 把軍公教拖出來 然後劉士芳說 國民黨在11月底全面庭審 總預算 現在反過頭來 罵民進黨獨裁 你對還是不對 我跟各位說 為什麼11月底全面庭審 因為要公投 那如果11月底全面庭審 你民進黨是多數耶 你可以不要讓他庭審啊 你可以硬幹啊 不是嗎 所以各位 這三個理由 通通都是假的 第一個 沒有一年的預算 是在11月30號過的 都是拖到12月底 甚至明年的隔年 就明年的1月 加開臨時會 省預算 挑燈業戰 聽過吧 立法院挑燈業戰 有吧 就在省總預算 所以游錫坤說謊 蘇貞昌說 不理性不禁責不審查 軍公教加薪四方沒辦法做 這叫道德綁架 劉士芳說 國民黨你庭審 現在反過來罵民進黨獨裁 你民進黨什麼時候這麼聽話 國民黨說不幹你就不幹 他這麼乖 而且當時庭審是因為 要因應四大公投 所以先停審 這個理由 也不能夠被接受 游錫坤 蘇貞昌 劉士芳 民進黨 立法院長 行政院長 還有黨邊 全部在說謊 好 維漢哥告訴大家了 記不記得2014太陽花 當年民進黨抗爭就是拒審 有沒有 民進黨當時是拒審 就跟現在的國民黨一樣 我不要審 我不審 然後民進黨拒審以後 記得半分鐘嗎 張慶忠把案子送入院會 民進黨說 你黑箱怎麼可以這麼幹 對啊 那當年的民進黨 不就現在的國民黨嗎 那當年的國民黨 不就現在的民進黨嗎 當年國民黨硬幹 你說是黑箱 現在你硬幹 你覺得是對的 這個邏輯通嗎 如果這個邏輯通 那當年 維漢哥說得好 那當年民進黨 你是在中邪 張慶忠 張慶忠能夠半分鐘過 你要怪的不是國民黨 是民進黨廢物啊 是民進黨壞 民進黨拒審 現在國民黨拒審很壞 所以我們硬要過 民進黨是對的 那當年 民進黨拒審 國民黨硬過 然後變成 還是民進黨是對的 國民黨是錯的 那你當年2014 蔡英華你是在抗議會大的 來 楊明 首先我們先講這個預算 這是民進黨一貫的套路 所謂什麼叫套路 就是說我不但呢 成功的護航了 這一次明年度的總預算 我還把鍋丟給國民黨 說是你國民黨 拒審杯葛 我才要出此下策 自力救濟 我是不得已的 因為軍公教明年要加薪 國民黨的立委 聽到軍公教這三個字 嚇得腿軟 一百萬人 一百萬人 這是這一次 這個都是國民黨的 至少可能有一半以上 是國民黨的支持者 這傳統支持國民黨的這群 這一群所謂軍公教 明年加薪 4%被民進黨這次拿來綁架了 拿來對付國民黨 然後呢 最後 禁服二讀 對我們這種 跑立法院的 跑了十幾年 我們真的沒有聽說過 什麼叫做總預算禁服二讀 以前在王金平時代 王金平時代 你民進黨可以杯葛到什麼程度 你知道嗎 12月30號 委員會才出審完畢 曾經發生過 在王金平當立法院長的時候 民進黨的招委 在12月一年的最後一天開會 才把整個預算從委員會送出去 那那時候怎麼解決 開臨時會啊 研會啊 你就是一月加開嘛 沒有什麼不能解決 那時候國民黨有禁服二讀嗎 沒有 那現在為什麼要這樣做 好 第一個就是要護航 禁服二讀有什麼好處 禁服二讀喔 你全部可以拿到這個協商沒過的 通通表決 通通表決處理 你原本在委員會 可能你知道 有時候委員會會說 你們編那個 現在疫情 你還編什麼出差 出國預算 不合理喔 朝野立委都不 都不忍心去否定你知道 都要支持 對對對不合理 就散掉了 結果呢 你如果都到朝野協商 民進黨只要說 不行 我們一步村步不讓 我們都不讓 然後呢喊架一下 最後送出去 那我們到院會表 就來那個馬拉松挑燈業戰 那表決有沒有 就全部系列花 民進黨就是 息事優勢就過了嘛 所以今天喔 今天因為最新的進度是 朝野協商完 民進黨把這個 願意說明天呢 就提複議 所以下禮拜再讓國民黨 再排預算來審查 其實喔我跟你講 國民黨本來禮拜一 就已經排了好幾個部會的 預算要審查了 已經在審了 審到一半 結果你禮拜二突然一個 禁服二讀 國民黨已經釋出善意 我要排預算了 你趁機殺國民黨 那個措手不及 你還要說是國民黨杯葛 我跟你講這就是 這就是民進黨厲害的地方 這就是獨裁風暴啊 這才第一個而已喔 對 這是第一個 好來 兩名等一下 來還有第二個 這個限制合併 我就算了啦 大家覺得不在乎 反正民進黨 就是要相處合併啦 各種莫名其妙的說法啦 然後柯文哲的這句話 很經典 為了黨 這個黨整天在想選舉 為了選舉 要輸贏 整個國家都不顧 再來 第三個獨裁風暴 大家你不要以為 不會發生 第三個獨裁風暴 叫做日本核實進口 日本核實進口 誰要先出來被大家處理 叫做謝長廷嘛 你知道謝長廷現在在哪裡嗎 他在這裡啊 謝長廷在台灣 他怎麼沒看到他 對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為了公投 公投挺台灣回台灣 公投 好你滿意了吧 那來立院報告核實 對不起我有事 今天吳釗燮告訴大家說 謝長廷不能來立法院 而且請假是公務 而且涉及機密 回來台灣是怎樣 偷偷在台灣談核實 所以涉及機密嗎 涉及機密嗎 謝長廷其實回來好幾次 每次有啦有去過立法院啦 就被人家罵到湊頭 其他的事情 叫他出現 要嘛就推脫 要嘛就屁裡有一大堆 但我給大家看 今天凱箱的粉專貼的 這一篇臉書 他說齁 在今年5月4號 謝長廷PO一個臉書的貼文 5月4號什麼事情 就是輔導那個核廢水 說到有沒有 說啊會流到台灣來 可怕好可怕 然後當時國民黨 就痛罵謝長廷說 這個廢物 怎麼不去抗議 勞射 令國家的公堂秘從 痛罵他 叫他回台灣 你看當時謝長廷臉書上很嗆喔 他說 我當過多年立委 我也看過很多濫用權力 對公務員的惡整 這是民主成熟前的正常現象 我不會去 更不會逃避立約監督 其實我個人是很想回去 講個徹底痛快 但外交部 不不不不不 你5月等到現在了耶 你不是想講個痛快徹底 那你在讀什麼呢 我也不知道 我看到新聞這兩天 我才發現原來謝長廷回來啦 我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謝忻寧又貼出了 我看到新聞 因為我沒有追蹤謝忻寧的臉書 所以我根本不曉得這件事情 因為你不是林秉書 我不是林秉書 對 我燙商他不會送我東西 我也不是林秉書 我也是follow 那你有follow那個啊 我沒有 你是同黨的啊 同黨同志 再來第四個獨裁風暴 就是NCC NCC庫議員堂 這個主委告訴我們說 新聞題材就是一波一波 像最近某一人 佔滿了媒體版面 所以就說 綠媒每天講 顏寬恒 就跟大部分媒體每天講 王力宏一樣啦 沒有問題啦 不用法啦 顏寬恒說 這種比喻真是不倫不類 王力宏有被連續攻擊四十天嗎 有被無中生有 或是造謠抹黑嗎 其實顏寬恒講的不對 你只要問他說 你攻擊我 我是要選補選的人 這關乎的是公眾利益 請問王力宏的八卦 關乎什麼公眾利益 拿什麼比什麼 亂七八糟啊 這個NCC 四大獨裁風暴 對比韓國瑜的說法 你不覺得很貼切嗎 台灣被烏雲籠罩 我不曉得哪裡還有藍天 你知道的話跟我講一下 來 我補充一句 又生哥 我補充一句 補充一句 那個對付預算這種東西 民進黨專門就是說 你只要在野黨刪我的預算 他就跟你用這招就是說 你們再怎麼野蠻 有沒有也不能刪什麼預算 最近的一次是在高雄市發生 那個2014年 前議長許崑源 那時候因為國民黨的議員是多數 他刪了高雄市的這個預算 總共57億 結果呢 陳菊率領這個高雄市府團隊 出來跟人民道歉 我們沒有辦法捍衛被議員霸凌 請大家支持我們 然後呢 2014年年底 那個議員選舉 民進黨就過半了 這就是民進黨 這就是選舉 來 其實剛剛講謝長廷 我覺得謝長廷 謝長廷沒有出現是意料中 一方面其實我覺得 當然何時 何時這件事情是那麼受矚目 那麼接下來應該最有爭議的 就是這一點 第二個部分當然不要忘了 現在施明德 指控他喀別亞這個事情 大家還是很關注 對 他哪敢出來 他當然不會出來啦 不過在這個輿論高口上 施明德指控他喀別亞這個事情 其實還是 就是雖然是民進黨內部的這個風暴 包括在藍媒 所謂藍媒這裡 討論也沒有太多 可是這件事情事實上 還是很多懸疑 像我就很有興趣 所以謝長廷不會公開出來 再加上我覺得以謝長廷這樣子 對於日本真的是又舔又貴 雖然我自己也是很喜歡日本 我也我就說 我朋友都知道我這一生去日本 227次 就是過去真的是 經常就一個半月就到日本去 所以可是對於日本的部分是這樣子 你還是要有所節制 當然現在有核食 就我所知道 有個很大的狀況的問題是 像萊豬肉這個東西 其實在過去台灣 一直都其實有各方面進口 可是你知道日本當然很想 把核食賣到台灣 但是台灣現在究竟有想進口 日本核食的 還是要有進口商 結果我私下所知道 現在對於進口日本核食的 各類的部分進口商意願比較低 所以我自己是 我自己是有條件的懷疑 其實謝長廷現在也挺很忙的 她就要很忙 要幫日本喬一下 台灣要認真的 要多有準備一些這些進口商 當然其實現在事實上 剛剛又這麼講 現在其實台灣的環境 民進黨的文化越來越走向 蠻橫跟極端 那麼這個極端的狀態 其實究竟應該怎麼樣 究竟在野黨應該怎麼樣 來面對這種極端的處境 越來越被擠到邊緣 你看連包括中央總預算 你也幾乎沒有招可以回擊 到底還有什麼有招 而且現在最大的麻煩是 四大公投之後證明了 在所有在政治圈 或者是在野黨覺得很重要 包括我們在媒體覺得很重要的 可是對一般民眾可能就覺得 沒有那麼切身之痛 像我知道每次像中央總預算 這樣子的新聞 過去幾十年來 其實在任何的杯葛當中 都是政治的大戲 可是你可以知道在這幾年當中 在中央總預算相關的 這種的預算的新聞 其實在各媒體平台當中的 很明顯的點擊量是很低的 比較其他的部分政治新聞 因為跟民眾的感受 真的沒有那麼接近 所以這個也是現在在野黨當中 非常麻煩的一件事情 特別是國民黨 也就是說這麼重要的事情 你其實已經沒有那麼多媒體 可以作為你的後援 所以你最大的能量來源 是來自於基層 基層當中給你的支持 可是卻還是有許多政治議題 基層是無感的 所以這裡頭該怎麼辦 這裡頭我得說 我認為所以雖然剛剛像輝文 其實對於韓國瑜的這個書 其實還是有點感慨 可是我自己雖然從來都不是韓粉 對於韓國瑜過去當中很多抉擇 我是很多的批判的 可是我倒反而覺得 在韓國瑜在這個時間點上出來 可能是有一點點意思的 因為我覺得現在有一個地方 是這樣子 當然毫無疑問 韓國瑜現在在出來當中 他當然也有他的矛盾的地方 我是指說他現在也很難 快速地找到一個政治的新的定位 上次大哥等一下 既然講到韓國瑜 我們先來看下一張 回頭再給上次大哥 來我們直接進下一張 韓國瑜今天接受的專訪 那當然大家最關心 就我們剛剛前面講到的 那你說對 對 台灣採雲聲一咪貓 快沒了 都是烏雲 那你站出來做善事 是這樣喚起我們心底的真善美嗎 跟那個西游裡面的驅魔人一樣 他用兒歌三百手驅魔 結果事後證明被打臉打得亂七八糟 要怎麼驅魔 把他收了 把他抓起來 布套套起來 變成一個小球 有沒有 跟舒淇一樣 最後喉妖 妖猴是怎麼被制服的 如來佛 最後也是這個 權杖他無法得到 用佛法壓制了這個坡喉 他是被真善美感動的嗎 他是因為聽兒歌三百手 你唱歌 然後他說 真心悔改淚流滿面嗎 他不是 所以西游記教了我們很多事情 對付這些妖魔鬼怪 比方說民進黨的一些錯誤作為 你用真善美試圖 換其他的良知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大家期待 你做點什麼事嘛 所以請問這麼久不見了 你在哪裡 韓國瑜說 離開高雄 韓國瑜不見了 你什麼事都 你不能什麼事都不做 那他們也是真的很兩難 不過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話太多 可能有人要討厭你 你又不在那個位置 洛莉巴說什麼啦 你想幹嘛啦 所以會陷入情境上的兩難 可是韓國瑜說 他的關心 可能對台灣的關心 依舊是存在的 那另外呢 包含了 到底你要不要出來選新北桃園 甚至包含了 如果你真的不選 那請問你到底要幹嘛呢 這兩段話 是讓大家討論度 特高的 特別關切的 我是不是把這兩段話的訪問 放在一起了 那我們就前面第一個這個不要播了 好我們就直接播這兩段 大家最關心的 你又沒有選舉啦 那如果不選那你要幹嘛啦 還會出來嗎 還有希望嗎 來看一下 所以大家在猜啊 你要選台北啊 選桃園啊 都是自己瞎猜 那個都是 根本就是 隨便的無機之談 根本就是 隨便的無機之談 他們等於是很多節目做這個是別有居心啊 他們是希望能夠增加一些 完全是用想像力 我根本從來沒有宣布什麼 其實真的了解 我們的人就會知道 你有辦法 能夠為老百姓做事 你就恢復儒家 你立國立民 對 如果說你沒有辦法 就恢復道家 好好修身養性 這儒與道的心情 如何自動調換模式 那我們必須在這個沒有位置的時候 一心想做事情的時候 我要把自己調為道家的心情 把自己盡可能靜下心來修煉好 那如果有機會為老百姓做事情 那當然不讓 那如果有機會為老百姓做事情 那當然不讓 所以2022無稽自談 那如果未來有機會 是不是當仁不讓呢 什麼機會 我也不知道什麼機會啊 韓國瑜用這個儒家 道家來做比喻 他覺得如果你有機會當儒家 就立國立民囉 那如果時不我予 天時沒有地利沒有人和也沒有 那就當道家修身養性 慢慢等慢慢等 有機會就出來做事 有機會就當仁不讓 所以韓國瑜講這兩段話 第一段解讀很清楚啦 2022不會有我 大家不要想太多 但是會讓大家 會讓這個支持者 像我們的觀眾朋友 對於這個 到底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可期待的嗎 可能是後面的這段話 有機會 當仁不讓 當然啦 他不像霍仁哥說的 其實你也沒講清楚 什麼 當仁不讓什麼 來 上志哥 有啦 他還是有 當仁不讓的機會 他當仁不讓不一定是政治職位 當仁不讓現在是先 他拿回他的語境 拿回他一個講話的 一個發言的這個角色 我覺得政治人物都是這樣 韓國瑜在先前 當然是經過了之方 他自己說雲霄飛車 這個部分的衝擊 所以他其實這兩年當中 作為一個政治人物的政治能量 在修補 所以非常的低調 這個修補 那麼現在在這個時間點上 出這本書 那麼雖然就是說是 他就是一個寫真書 但是他就是一個試水溫 他裡頭其實本來也不用講那麼多 其實我是覺得還好 為什麼 因為韓國瑜本來就是 就像我們今天在聽到韓國瑜 很久沒有聽到他這樣子 講話的這些內容 我不得不說韓國瑜還是有他自己 自己的一個很獨特的政治語彙 他有他自己獨特講話 在描述正式跟觀點的方式 他是很能夠畫凡為簡的人 其實他比具體的這個 採雲 烏雲這個東西 其實都耳熟能詳 可能小孩子也都懂吧 歐巴桑路邊抓一個阿婆也都懂 可是他講出來還是有他自己的一個 畫凡為簡的部分的道理 所以我覺得現在是這樣子 民進黨現在的這麼野蠻 這麼極端的時候 說實在的國民黨在四大公投裡頭 我們都不知道在野黨裡 除了說實在的柯文哲講的話 有時候有一點這些他自己的語境 這種邏輯的意思之外 其實都找不到任何誰說的東西 真的有點意思 而且這個意思當中 是親而易己很簡單的 可以去直接去刺穿民進黨當中的 這些很多政治的假象 或這些野蠻極端的東西 我覺得韓國瑜我真的是很熱烈歡迎 我雖然不是韓粉 但我熱烈歡迎他能夠回來 帶著他的這個對於政治很獨特的 這種畫凡為簡的語境 的這種魅力來回來 要知道其實現在政治的環境 很多變得像美而美 但他都變得很擁擠 確實是政治的職務 其實沒有太多角色跟機會 我覺得韓國瑜難道他要去選新竹市長嗎 未來新竹市合併了嗎 國民黨當然不可能 可是韓國瑜確實有他的政治能量 而且他政治能量當中 現在確實又跟國民黨 又交融又排斥 就像剛剛講的 國民黨高層可能是 是根本是不喜歡他回來的 不喜歡再看到他再出現 所以在這個矛盾當中 韓國瑜當然也要有一些嘗試 不過很明顯的在今天的部分 也引起了我覺得輿論的重視 就是剛剛講韓國瑜的話語先回來了 而且我覺得話語如果他 不是說就是真的在做慈善 而是他終究在他所認為 他的公益的角色透過他在做公益的過程裡頭 去凸顯民進黨沒有做好的 沒有錯 又這樣講得很好 確實是現在國民黨或在野黨 包括台積電磁劑做了一大堆買疫苗 最後都幫民進黨擦屁股 可是他的麻煩地方就是 大家擦屁股可是都沒有一個話語 能夠去凸顯為什麼幫你擦屁股 跟你擦屁股的問題所在 這是沒有辦法做到的 都是評論靠揮文靠一些名嘴的批評 可是在這個提醒之下 如果韓國瑜在做他的公益的同時 凸顯所有這些社會問題 我認為韓國瑜可能會有一個另外的方式 而且我覺得韓國瑜所說的東西 是有他自己個人的魅力 這點我基本上是肯定 我相信如果他拿這樣子的個人的話語魅力 來凸顯或來對付民進黨 蔡英文的這些虛偽跟極端跟蠻橫 可能這個反差說不定反而會引起人民的重視 就像現在這樣子中央總預算 大家講了半天可能都根本沒進去基層 也許韓國瑜說不定說出一朵什麼花來 說出一朵什麼貓咪來 真的會很有意思 而讓基層民眾關注 我來補充學長的這個看法 這個四大公投剛剛投完 好 就是國民黨被0比4 只有一個人在檢討 叫做林維州 國民黨有35個立委 所以佑正你剛剛講說謝唐廷 明明人在台灣內回來三個禮拜了 立法院叫他開會他就不來 謝唐廷你最好不要去 因為佑正這35個立委你都認識 我去好了 你聽我講 那35個立委有人講得過謝唐廷嗎 所以我說我去好了 你要讓我講完觀眾才聽得懂 來來來 就是說 因為我怕又有人跑去獻花 還是比較好 雷喜我跟你講 我比較欣賞剛剛那個 一分多鐘的王佑正 觀眾朋友有沒有注意到 剛剛佑正講什麼 你們叫我邀韓市長來 我怕邀他來 我問他一些尷尬問題 我就是 就是以前我們新聞生活的那個味道 剛剛上次學長講的意思說 韓國瑜的庶民語言 可以去對抗蔡總統的這些蠻韓 這個是對的 可是佑正我剛剛講說 敗選檢討會的那個林維州 我比較想問的 就是如果韓市長林維州 你2020怎麼輸的 我當然知道你被打得很慘啊 但是 2016蔡英文已經是因為 馬英九的8年嘛 2020蔡英文的高票連勝是因為 他把你撵過去嘛 你是怎麼被撵過去的 因為又是我們的目標是 2024要下架民進黨 甚至我的攤勢 我要消滅民進黨 那最有經驗的人是誰 不就是你嗎 你就是手 我跟你講 以我的粗淺了解 我跟你講佑正知道的比我多 所以你看佑正那個 眉頭這邊他會中來胸 因為他很多東西都不能講 好 那我也知道一些東西 楊敏 上次學長跟亮哥 我們很多都不能講 我跟你講最多不能講的是韓國瑜 一定是他 當然 他一定有很多委屈 2020的秘辛 誰在背後開槍 誰在扯後腿 選的過程裡面 有很多東西是應該檢討的 因為我不是要找戰犯 這個2016你怎麼輸的不曉得 2020怎麼輸也不曉得 四大公投輸了就算了 你怎麼每次都這樣子呢 所以就韓市長而言 他對國民黨 對2024下架民進黨的貢獻 是很重要的 也只有他知道啊 但是他都沒有講 有沒有 他被罷免之後 他就情根與毒 然後就做公益 這個點太好了 他都沒說耶 我可以跟你保證 他很多委屈的啦 他被架空嘛 你有看到說 他是 我那時候在新聞的時候 我跟你講他是第一個 他是第一個 不是黨主席的總統候選人 就國民黨來講 國民黨那個不分區立委名單 爛得要死誰搞的 吳敦一搞的啊 那韓國也只推薦一個謝龍介 謝龍介又被拿去當那個人肉盾牌 謝龍介又被犧牲到 跟進攻沒辦法做理會 就是國民黨在2020胡搞瞎搞 當然我認為韓市長他要負很 最大的 因為他是總統候選人 他是主帥嘛 他一定有責任 所以我希望韓市長 你也不要回避 你到底哪個地方做錯了 或是做得不好 那我們就勇敢面對嘛 反正你又不選了 好 那你就告訴大家說 我們哪邊有問題 哪邊要改進 然後我們做一些 然後我們做一些 不是說你跑去做公益 然後就看國民黨你去選 我跟我想的是有點 我完全聽到你在講什麼 這太重要了 我要的是那一塊 你知道嗎 我要的是你的敗選經驗 對啦 所以你剛剛說 你考慮邀請韓市長來 我寫很期待 專目取火 如果可以的話 我就安排你在旁邊 不敢 我想很多人都期待 韓市長說 在這個部分 因為我跟你講他有很多 在選戰的過程裡面 包括我講一點 就是說國民黨 因為當時很多人 有誤會你知道嗎 就是說我們來捐 捐給韓國瑜 錢捐給國民黨 對啊 捐給國民黨 錢就卡在國民黨 對對對 是 然後就 下不去你知道嗎 所以韓市長到最後 我的了解是 牛糙也不夠 可是捐的人很多 他說我捐給你啦 可是總統候選人 他們那邊沒有拿到 因為他們不是黨主席 很多啦 我只舉一個點 但是我相信 我講到都是皮毛 如果韓市長你有看的話 我知道你很委屈 但是我覺得你把他講出來 不然你也會來胸 你跟王又正一樣 會另一傷我跟你講 你把他講出來好了啦 好不好 拜託拜託 韓市長你扣路一下 這個 這個 昆文哥講 這個點真的太棒了 但我想到一個場景就是 好 國民黨 朱立委領軍 我們要召開一個 2020敗選檢討會 請韓國瑜來當主獎人 跟大家分享他當年 敗選的秘心 到底是誰害你敗選 然後他黨務高層 我們坐在那個 中山廳裡面 多人坐在那裡 前面大場桌 朱立委員坐在那邊 副主席啊 連勝文啊 誰啊 做了一對 韓國瑜都走到 你看主席台旁邊 會有一個那個 站著講話那個嘛 一個專題報告那個 說好 很感謝來今天 國民黨中場會 分享2020的 敗選的這個 這個心得 這個心得就三個字 叫做朱立倫 結束謝謝你 就走了 你的來胸我沒辦法 或者是 分享一下 敗選性 這敗選三個字 就叫做 國民黨 你也好了 不是 我這樣跟大家說 我們心裡都逼很多 大家都知道 我這樣跟大家講 韓國瑜能講的 就是民進黨 對他做了什麼 他差不多也都講了 卡在心裡 眉頭揍著 不能講的 就是裡面的人 對他做了什麼 當時不能講 現在怎麼講 就是把國民黨 這些人找出來說 為什麼我會說 我是說在座的各位 都是戰犯 那要怎麼辦呢 我想這個 我沒有在考試誰 當然 現在的朱主席 他也許有他新的任務 但當時 確實 我們大家都看在眼裡 這個包含 背後開箱的 會是民進黨嗎 自己人開的啦 那我怎麼講是誰呢 背後開箱是誰 好我偷偷告訴你 難道要學那個蛋頭 把它帶到墳墓嗎 我不知道 也有可能 可是我非常認同 霍恩哥說的這一點 為什麼 因為 其實2018開始 民進黨就是一個新式的 打選戰方法了 包含網路的掌握啦 等等之類的 其實在2018之前是沒有的 藍綠兩黨也許有 但都不深 可是因為2018 韓國瑜贏了 之後民進黨開始改變他的 選舉的戰略 開始網路啦 網紅啦 然後掌握整個網路跟媒體的 這個輿論的聲量 導致2020的結果 換句話說 在民進黨改變戰術 掌握整個網路聲量 而贏下選舉的受害者 只有一個人 叫做韓國瑜 對 那你不去分享 那你就 你存在的價值相對就變低了 所以我非常認同 霍恩哥講這個 至於你要分享的是 民進黨怎麼弄你 還是國民黨怎麼弄你 那就看你自己囉 那就看你自己囉 那 有些事情是很難改變的啦 就像郭文革說的 我們要檢討 對 今天國民黨要檢討 為什麼共同會輸 因為我們跟年輕人距離不夠近 好 那我們就繼續找年輕人 加入國民黨 然後下一次我們就贏了 好 年輕人來 然後找一大堆 各一人有沒有 然後戰一堆年輕人 國民黨好多年輕 我們年輕人好近喔 就差不多是這樣的檢討 不然你還要 不然你還能檢討什麼 不然你還能檢討什麼 你告訴我 你有本事下次檢討說 好 那下次有這個議題的時候 我們也去找一個百萬網紅 跟朱立倫一起拍片 然後拉年輕人票 可以嗎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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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要檢討什麼 對 你們都覺得 這個跟年輕人距離不夠近 民進黨都掌握年輕人 是我們的問題啊 所以我們要想辦法 跟年輕人近一點 你錯了 好 你的 你要解決的事情 不是怎樣接近年輕人 而是解決年輕人 為什麼不想離你 其實荷文哥也提過 荷文哥講那個 我印象非常深刻 2018的國民黨 民進黨有沒有變 跟現在的國民黨 民進黨有沒有變 沒有變 誰變了 年輕人變 對 所以你不用再去想著 為什麼要年輕人愛我 他就變了 你要去想的是 為什麼他會離你而去 而不是想辦法 再把他給找回來 那個才叫改革 那個才叫把你做錯的事情改對 而不是做錯的事情丟著 然後一直想要做一點 新的事情讓人家回來 沒有啊 因為你讓他離開的原因 始終都還在 所以完全是錯誤的路 完全錯誤 真的 然後每次都找一大堆 對不起 我知道國民黨 很多年輕人是很有 暴復跟理想的 但你們找那些人出來 站在自己旁邊 然後覺得自己很多年輕人 你就是在催眠自己 阿Q精神勝利法 投票都出來 就是免得要理你啊 今天不是我開記者會 找80個年輕人 站在網路政旁邊 網路政超受年輕人歡迎的 受年輕人歡迎成都 超越蔡總統 選出來一樣趴在地上 那都不要騙自己 真的啦 都不要騙自己 好不好 這個 好啦 我們 我覺得這個 這個很有趣 跟我們下一個有關係 你看我們很厲害 把這個話題放在最後面 你們好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 直接進吃瓜的部分 韓國瑜 會不會擔心 韓濱有一天碰到 秉書或立宏呢 來聽一下 昨天有人問我在吃飯說 韓濱如果遇到這兩個 最近新聞沸沸揚的兩個男人 問到林秉書怎麼辦 或者王立宏 交這個男朋友 會同意還是反對 怎麼辦 岳父 我突然被問我嚇一跳 怎麼會問這個問題 你本來是全民岳父啊 哈哈哈 國民岳父 國民國民 不是全民 我剎那之間是錯愕 但是我是說 交往這樣一個男孩子 是陸陸續續 斷斷續續的發現 還是剎那間突然發現 那這對女孩子的影響很大 如果是陸陸續續發現的時候 在過程中就發現的時候 那該踩刹車踩刹車 如果剎那間發現 那這女孩子腦袋就被雷打到的 哇這個嚴重 這個就嚴重了 所以我會提供自己的一些建議 然後讓她做最後的判斷 最後的決定 我們就只能身為長輩 把我們的想法提供給她 怎麼可以這樣 如果我們韓濱妹妹被欺負 身為老爸的 不把那個對方腿打斷是怎麼樣 那如果女兒殖民不悟的話 那就讓她從世界上消失啊 我說對方不是女兒 我開玩笑的啦 我開玩笑的 這是韓國瑜的說法 我想這個說法 為什麼我放在這裡 這是韓國瑜對於女兒的擔憂跟擔心 因為今天有個人 我們來看下一張 說法 有沒有選擇 啊 你 你說 你 你說 你 你說 你說